这两针是普通配油器的 三针是压链的 然后这个就是插鼠标的 或者升级用的 五针吗 五针这个是一个扩展口 这个暂时不用 这个先不用管 然后配线的话就是 这个两针就是对应的这个插孔 普通配油器的 这个三针是对应这个三针插孔 是压链配油器的 像普通的话 鞋的话 两针的这个是 然后 然后根据这个喷油器 来选择你选用的这个转接线 像这个喷油器120系列的 用这个夹子就可以 插上电源线 通上电 喷上电源之后 这个呢就是普通喷油器的测十几个界面 测喷油器的这个就是Q码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是麦宽频率 这是技术 然后 嗯 然后这个是喷油器的开始 这喷油器的技术 啊 好 这时候 这时候 喷油器的动作 然后你想要调节它的麦宽频率 点一下 嗯 哎 出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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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可以了 这个技术 我都可以了 拍的轻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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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 这就是特性曲线 然后是一般 120系列的用14伏 120系列的一般用28伏 然后这是电装系列的 然后驱动特性都在这里面 可以在这里面 根据喷油器 来选择它的驱动特性 嗯 比如说选择一个28-16 选择了之后点下OP 下面这个你选择了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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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随时调它的麦宽 再调它的频率 再调它的技术 技术十次 这个技术功能 这个 啊 技术功能 看这个 这个就是它那个 它那个动作状态 你看 点开始 再点下停止 然后点技术 这边技术开始 十次 结束了之后 它就断开 自动停止 嗯 嗯 嗯 这是喷油器的这个 然后 QR 这是这个 这是QR 这个呢 是选择喷油器的类型 啊 博士电装 德尔福 还有西明子 然后 这个就是选择 选择喷油器的型号 的 再看它 轻油器型号 然后 这个 随便选择型号 然后 这个呢 就是 这几个工况 全围核 中速 怠速 预喷 然后 填上这个 就是测出了的油量值 但是你的油量值 必须在这个上下线 范围之内 如果超出范围 它是不起钻 比如说这个 嗯 12 53吧 哎 这个是 2 10 哎 哎 没点了 小 哎 哎 没点了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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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生成 下面这个就是生成的Q码 好 这个点复的 然后电电光的 同样都要在这个上下线 范围之内你的数据 不然的话 它不会生成这个Q码的 因为我拍了这个前面 下边有什么程度 然后下面有什么程度 西面组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操作都是一样的 哦 这样就行了 嗯 看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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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